老朋友的新开始 冯德莱恩访问阿根廷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有这么一句话叫润物戏无声 谁是润物呢 我们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女士啊 应该叫大妈啊 毕竟生了七个孩子 没有大铁链的酸着 挺不错的 他现在呢正在访问拉美 先是去了巴西 给巴西呢戴了三顶绿帽子 咱们呢也做了一些介绍 然后昨天呢他去了阿根廷 今天到智利 明天到墨西哥 好像呢他要润回家了 不知道 但是呢冯德莱恩呢 跑到阿根廷去了 跟在巴西一样啊 同样呢是做了一番演讲 他这个演讲呢 这个里边呢也是夹带私货 而且夹带私货呢 夹带的倒挺狠 有必要呢聊一聊 首先呢 他去这个阿根廷与欧盟商会啊 在这个商会里啊 他发表了一个大概20分钟的演说 给阿根廷戴了两顶绿帽子 之前给巴西戴了三顶呢 给阿根廷呢戴了两顶 首先呢他说 他来到阿根廷 看到阿根廷的风景 非常非常的优美 可以呢这个说呢 这个说呢是赞美阿根廷 但是给我一个感觉呢 就非常恶心 为什么呢 你说阿根廷的风景优美 好了 你是在赞美阿根廷的田园木格 怎么能实现田园木格呢 就是阿根廷走气候变化路线 走绿色路线 然后欧盟呢帮助阿根廷实现绿色路线 如果阿根廷实现了欧盟标准的绿色路线 某一个与外国家 当然了欧盟也是与外的啊 某一个他们认为的与外国家 跟他们没有历史渊源的这么一个国家呢 就没有办法到阿根廷来投资了 那这个国家是谁呢 对呢 这次欧洲呢很明显去争取阿根廷去了 他争取阿根廷在干什么 因为阿根廷有矿 有农业 他想得到阿根廷 然后呢 用让阿根廷用欧洲的标准 用了欧洲的标准之后呢 欧洲的标准有排他性排他性的排谁 这个就是农德雷恩跑到阿根廷所夹带的私货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在阿根廷大谈他们之间的友谊 大谈两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和合作的点 最后呢 让阿根廷进入到欧洲联盟的标准当中去 最后用排他的方式把某个国家给排掉啊 给撇掉 这就是农德雷恩想做的 所以呢他说风景很优美 然后又说呢 历史和文化的链接 那你这不废话的吗 你这不废话的吗 如果如果你要看这个拉丁美洲啊 拉丁美洲混血人种呢 非常的多 但是有几个国家呢 哎相对来说呢 就是说比较像欧洲人 比如谁呢 智利算一个阿根廷算第二了 阿根廷算第二 所以阿根廷呢跟欧洲的渊源 按照冯德雷恩的说法呢 哎历史和这个文化上非常的紧密 然后呢 还有共同的价值 这个共同价值是什么 是民主啊 共同的价值是民主 但是你别忘了啊 当年这个纳粹德国战败的时候 这帮纳粹德国的将军都跑哪去了啊 都跑哪去了 这跑上停去了 怎么回事这是 难道这是共同的价值吗 然后呢 这次冯德雷恩就说了 说两国有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价值观 这个共同的价值观 体现在民主和人权 这是硬套近乎 你要是真就深究这个历史 阿根廷这个历史呢 也是血迹斑斑啊 闹着玩呢 你这是 你这就是没事找事 然后另外还说呢 阿根廷人和欧洲人呢 都特别喜欢足球 这个呢 咱怎么说呢 可以这么说 但是世界杯重要吗 大力神杯重要吗 我问问大家 重要也不重要 对于阿根廷来说 很重要 对于拉美国家很重要 因为他们在世界舞台上 真就没有别的了 但是对于欧洲国家呢 重要也不重要 怎么着呢 文化上挺重要 那对于另外一些国家 比如像中国和美国 你说中国和美国 你要想得世界杯呢 可能性很小 但是呢 世界杯也好 奥运金牌也好 对这两个国家呢 重要程度呢 还是比较低的 这两个国家更关乎着 下一个新技术是什么 下一个标准是什么 两国在世界和两国 如何争夺第三世界 在第三世界 能不能给第三世界 大家来发展 两国更关乎这些东西 至于什么世界杯 奥运会啊 玩一玩可以 真别当真了 当真就没意义了 因为两个国家 毕竟都是超级大国 这就是不同啊 这是不同 然后冯德莱恩又说了 说阿根廷跟欧洲是天然的伙伴 这个天然的伙伴是怎么个伙伴呢 都是反对专制的 你在巴西的时候 我就听到你说这么话 都是反对专制的 现在你在阿根廷怎么又反对专制了呢 反对专制了之后 他又说阿根廷跟欧洲有共同的啊 这种目标 然后阿根廷跟欧洲有广泛的贸易联系 欧盟是阿根廷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那头两大贸易伙伴是谁啊 两个超级大国 所以啊 这个对欧盟来说呢 那是耿耿于怀 跟这两个超级大国的肯定又过不去 我非得非得你们俩不可 这就是冯德莱恩想比划的啊 这么回事 然后呢 他说了 说阿根廷跟欧洲呢 中两点可以合作啊 两大点可以合作 怎么合作呢 头一眼是欧洲联盟跟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定啊 这个之前呢 他在巴西的时候都是说了 所以这次呢 咱不再赘述 第二个呢 就是贸易 这个贸易怎么体现呢 这个冯德莱恩这么说的 说阿根廷呢 有年轻人 有技术 20%的拉美的独角兽来自阿根廷 这个呢 的确不少不少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你拉美一共有多少独角兽啊 多少独角兽新企业 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数字能不能比得过美国 日本韩国 或者那个谁 明白了 能比过吗 可能比不了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另外另说了 然后呢 他说了 说欧洲呢 应该广泛的在阿根廷进行投资 现在阿根廷的问题呢 不是怎么投资 现在阿根廷的问题是 怎么摆脱他这个通胀 他这个经济问题呢 已经困扰他多年了 谁能把阿根廷的问题解决呢 那最后可能就是诺贝尔奖级别的 你这个东西呢 你欧洲能解决吗 我看欧洲自己的自身难保 你别想解决这个了 然后呢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阿根廷呢 他说阿根廷呢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经济 一听着这个词呢 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这为啥吗 他举了个例子 说清洁能源和这个自然资源可以放在一起 他举了个例子 他说呀 阿根廷他能感受到海风 看来啊 真正的海风吹过了5000年 就在阿根廷啊 布亦诺斯艾利斯呢 真是海风吹过了5000年 然后他说了 说阿根廷近些年呢 由于这个海风吹过了5000年呢 大力发展风电啊 就风电能力啊 风电技术 然后呢 每年以20%的增长率呢 向上增长 然后呢 欧洲联盟呢 就看到了投资回报的这么一个机会 说呀 要广泛的投资 阿根廷的风力发电 这个东西呢 怎么看 阿根廷自己产风力发电设备吗 不产 从哪来啊 从两个超级大国当中的一个 为什么应该说两个超级大国当中的一个呢 因为呢 这两个超级大国当中有一个啊 他有一块地儿 他这个地理位置呢 是欧亚大陆的中心 有很多风区 这些风区 比如说达坂城风区 50里风区 百里风区 只有这些地方 你才能搞风力发电的 你海风推过了5000年 你不能搞风力发电 但是阿根廷呢 可以搞 他说他海风的比较大 海风比较大 可以搞 那就搞嘛 那跟谁合作呀 那就跟中国合作了 欧盟对这个事耿耿于怀 你不能跟中国合作 中国是不民主的 中国跟咱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你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跟我合作 那跟你合作 你只是画了大饼 你说你来投资 到时候你真能落实吗 就你这个执行能力 你还落实在闹着玩呢 你别在这吹牛皮了 然后第二个他又说了 说呢 欧洲联盟啊 要投资阿根廷的锐矿石基地啊 投资锐矿石 阿根廷有大量的锐矿石 然后加工呢 可以生产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啊 欧洲要生产电池了 然后欧洲 然后冯德莱安特意说呀 我来这儿不是紧紧的去投资采掘业啊 我要把电池生产商放到阿根廷 什么意思呢 在阿根廷创造以锐电池为基础的工业基地 这个呢 他针对谁啊 啊 谁在那办理采掘啊 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在这办理采掘 谁啊 两个超级大伙 我必须跟他耿耿于怀 这俩超级大伙 我看就烦 看就烦 曾经欺负我 闹着玩呢 曾经欺负我 所以呢 他在这块搞什么 所谓的锐矿石开采 锐矿石开采技术 欧盟没有 对不起 你得从别的地方借 你别的地方给你引进吗 你自己琢磨去吧 锐矿石开采技术 然后加工技术 加工成电池 这个专利90%都控制在两个超级大国当中的一个 你看看能不能人家把这个技术转让给你好像够呛啊 转让不了 当年你还制裁过他 因为这个什么 因为这个新能源这个事 就现在人家弯道超车了 你说你咋办 把你给亮那 懂不 然后呢 这个生产电池 全世界80%到90%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电池的生产线 在两个大两个超级大国当中的一个 你想把这个全套技术都引进过来是吧 他够呛 引进不了 那必须得自己研究 也就是说呢 欧盟在阿根廷干什么 跟在巴西一样 在画大饼 他什么也解决不了 你解决不了 你在这扯什么皮啊 没那两下子 那冯德兰就喜欢干这事 为什么呢 这让他自己生了七个孩子有本事他能生第八个 就是这种人 所以就这么恶心 然后他说了 说这个什么呀 说他跟阿根廷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把欧洲所谓这个全球门户规划呢 哎 放到阿根廷在阿根廷搞基建 这个东西呢 就很扯淡了 很扯淡 他说呢 欧洲向阿根廷贷款 欧洲要向阿根廷贷款 阿根廷本来还款还不上 他非得跑到跑到这块来给阿根廷贷款来 怎么贷款呢 他说啊 他说啊 欧洲的贷款跟别的国家贷款不一样 没有债务陷阱 也没有附加条件 好家伙 是你这个宣传是针对谁的啊 啊 什么叫债务陷阱啊 什么叫附加条件 怎么搞的这事啊 啊明白了 针对他俩的啊 针对他俩的 所以呢 欧洲现在啊 给我一个感觉是啥呢 自己没啥实力 自己没啥实力呢 非得要当世界的第三级 你想当第三级 你想当小三儿 没用 就你那两下子 把你当小三儿 你以为你谁呀 你啊 真是扯淡 他说欧洲的投资没有附加条件 也没有债务陷阱 然后说呢 欧洲的投资呢 是高标准的 什么高标准呢 环境标准方面是高规格的 然后呢 让地区 让本地人啊 得到实惠 同时呢 是财务是公开的啊 你说谁不公开 你是针对谁呢 你这是啊 你说你跑到阿根廷 你谈发展 你就谈发展 你别的是夹带私货 但是他不呢 非得的是夹带私货 然后自己没能的 花大饼 花了大饼之后 夹带私货 如果阿根廷上了你贼船了 最后下不来了 可是你自己的事啊 到时候你自己啊 推卸责任 谁叫你上过贼船 我没让你上过贼船 就这个 所以就这么恶心 然后他又说了 说现在呢 国际政治正是什么 国际关系很不稳固啊 地缘政治 扑朔迷离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走在一起 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走在一起 所以希望阿根廷与欧盟 因为有共同价值观 阿根廷与欧盟呢 应该走在一起 阿根廷不应该跟 没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走在一起 那谁呢 是啊 你针对谁呢你啊 这个东西呢 给我一个感觉 就非常恶心 你说你冯德莱 你好好谈发展 谈发展呗 你非得跑到阿根廷 巴西这样的国家 你去谈什么 共同价值观 你去谈什么 共同的历史与文化 然后谈什么民主与专制之间的 所谓的区别 你去谈什么俄罗斯跟乌克兰 然后让阿根廷谴责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个事儿 然后还可能还要制裁俄罗斯 甚至还要说 两个民主国家 或者两个民主国家集团 是老朋友新的开始 这个东西呢 就恶心了 为什么呢 人家拉丁美洲呢 人家想发展 人家想过好日子 人家想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你呢 非得来这画大饼 非得来这搞虚的 然后非得来这搞宣传 你说你是不是很扯淡啊 其实冯德莱安这种情况呢 就是欧洲一个缩影 欧洲这种所谓的行为艺术 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这种政治这种缩影 我只不过说一说 点到为止 然后把这东西说完了啊 就结束了 至于最后怎么办 能不能做到 哎 他的这不是他的责任 只要我说话 然后呢 我表了态就可以 这个东西给我一个感觉呢 就非常非常的恶心 啊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